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CNAC的语句详解的第一个知识点 列的别名 从这次课开始呢,我们会详细介绍CNAC的语句的语法 CNAC的语句呢,增三查改嘛,是数据库的常用应用 而查询呢,又是Oracle数据库操作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东西 那么我们会由浅入深,慢慢的把CNAC的语句的各种详细的应用介绍给大家 好,本次课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列的别名 什么是列的别名呢? 比方说现在我的CNAC的新FromEMP 出来的话呢,是列名叫EMP Lumber啊,Elem啊,Job啊,等等 M加等等 好,如果我要查询列的部分的名字 比方说EMP Lumber都好 Elem 好,也就是说现在我是从EMP表中 查询EMP Lumber列和Elem列的这样一个值 那么总共呢,14条记录 但是呢,有没有发现这个列名都是英文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哈,可能就有点不是特别好理解 如果这个时候我要生成这样一个报表 好,拉给别人看,那别人肯定会看 诶,EMP Lumber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Elem又是什么东西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给这两个列取一个另外的名字呢? 好,语法如下 CNAC的EMP Lumber,Earth 双引号 雇元 编号 好,逗号依然是逗号 然后在Elem之后 写上Earth 双引号 雇元 姓名 好,这个时候 我去重新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我的列名哈 不再是EMP Lumber和Elem 而变成了Earth之后的东西 雇元编号和雇元姓名 这两个东西呢,就是列的别名 如果我们要给一个列起别名的话 就在CNAC的这个列之后写上Earth双引号 某某某 好,当然呢,这个Earth也可以不存在 就说Earth这个关键字 我是可写 可不写的哈 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 也就是说 所谓列的别名 只要你在列名之后 真正的列名之后 空格 Earth或者是不写 好,如果写Earth就是Earth在空格 那么 双引号 列的别名 即可 这个呢 就是欧尔克中列的别名 跟大家说一下哈 如果说像雇元编号这种东西 它们中间是没有空格啊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字符 那么 我连双引号都可以省略 但是 如果我在雇元和编号中间有一个空格 那么 双引号 就是 必须 要写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双引号 只能是 英文的双引号 而不能是中文的双引号 请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像这种编程语言都是外国人写的哈 他们用了一些关键字 分格符 都必须是英文的 那么 中文的话呢 只可能出现在引号内部哈 当然 对于欧尔克来说哈 列名和表名都可以是中文的 但是请注意 他的分格符啊 关键字啊 是不可以出现中文的 好的 这个就是列的别名 本次课呢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